你好点了吗 死不了 不过刚才那一掌真的是 蛮疼的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不关你的事 如果不是我的话 他就不会打你了 别傻了 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 又冲动又固执 像头牛一样 这句话要是让他听见的话 他肯定会再打你的 他怎么会听到 除非你告诉他 我才不会跟他说呢 以后也许不会再见到他了 为什么 说真的 你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他不错啊 他人很好 对我也很好 好得让人感动 但是我很清楚 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 就算他对我再好 我也只把他当成朋友 前辈 也不会因此去喜欢他 那真是可惜啊 他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你还替他可惜 你不恨他 为什么要恨他 他也是为情所困而已 其实他很可怜呢 自己爱的人 却不爱他 如果被他打一掌 他可以开心 有什么关系 再打一掌也行啊 怎么这么大方 有大智慧的人 是应该懂得宽恕跟原谅的 我不是很有智慧 不过正在学呀 我去药材铺 帮你买一些顾本盆源汤 先等一下 你在河边讲的那些话 那些 真的还是假的啊 什么 什么 我讲什么了 你说什么 我忘了 没什么 我去了 好啊 干嘛 没事 我们路过啊 我是来找师兄的 我是来找师傅的 哦 这么巧 秦姑娘 去哪啊 你不都知道了吗 呃 嗯 太凶了 没半点温柔 朕搞不懂 师傅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师傅好像对他蛮有意思的 这还看不出来吗 分明是他对师傅有意思吧 错 两个人都有意思 只是不可能 可可承认罢了 那我们就不要再啰哩啰嗦了 去问师父吧 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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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有什么事啊 我们没事 可是师父您好像有点事吧 当然有事啊 我被人打了一掌 胸口隐隐作痛啊 师父内功很深的嘛 不会痛得很久啊 谁说的 现在还在疼呢 你的疼啊 是跟秦姑娘有关系的 我都说过了 她这个样子啊 肯定跟秦姑娘有点私情哦 我什么样子 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这种情况叫 发情 像春天的毛一样 别碰我 动物我比你们熟啊 论爱情我比你熟啊 远桥可是失恋专家 被你气死 过老师说 我跟她真的像什么吗 不会啊 她常常骂我 打我 戏弄我 爱之深恨之怯 打是行骂是爱嘛 论武功人品还是你厉害 谈情说爱要请教我们师兄弟了 你知道我们三兄弟在青楼的外号叫什么 风 陈 四 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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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青楼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当道士嘛 谁知道是真是假 不过说到底还是要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啊 我们说的再多也没有用啊 晚安 晚安 回来你们这些臭小子 我们就去看吧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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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人不是好朋友吗 我也不知道 管他呢 反正张军宝病了是一件好消息 谢谢姑娘 三文钱 我在前面客栈等你 现在张军宝受了伤 这是天赐的良机 你就把石布销魂散 放在他的药里 他这么信任你 一定不会怀疑你 我不想 你不是想离开吗 办完了这件事以后 我就把解药给你 从此我们就一刀两断 我们彼此再也不会往来了 我不想伤害他 你看上他了 他是好人 我觉得这样很过意不去 那我就是个坏人了 你真有良心 好 你自己想 一个是帮我下毒药 给张军宝喝下去 一个是你受腐心丸的毒 直至长川肚烂而亡 你想怎样对付他 这你就不用管 总之干完最后这一次 你再也不用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不会让他死的 我开始了解异前辈的感觉了 不过他还好点 起码知道自己死心塌地爱的是什么人 我连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都不知道 怎么办哪 谁可以帮帮我 起码 嗨 这股仔 好久不见了去哪儿了 别提了 我之前跟一只黄鹰谈恋爱 可是那黄鹰假踏两只船 还被那只乌鸦打伤了 刚刚聊晚上出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 瑟子头上一把刀 我说啊 问世间情为何物才对 是啊 我也觉得 没有对象 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照宋远桥他们这么说 我跟蓉蓉姑娘 可能真的有某种感觉啊 秦思荣 坏 她是坏女孩 怎么会 她是刁满了点 不过也算是个好人 如果不是她 我早就被一前辈打死了 少来 我说她是坏女孩 好女孩 坏女孩 不信 那这样好了 我们学学路边算命吧 玩玩小鸟占卜 唉 如果是上上签 那就证明有点缘分 那就再说看看怎么样 如果抽到下下签的话 那就以后什么都不要想好不好啊 拜托了 折骨仔 上上签 下下签 上上签 下下签 上上签 下下签 上上签哪 真是天意弄人哪 这样也让我抽到了只上上签 也就是说我跟这个蓉蓉姑娘 哎 我踩刹车了 你的伤应该全好了 真的 谢谢你 盛僧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会不关你的事呢 如果不是你每天帮我练功疗伤 我哪会好得这么快 我只是顺着你体内一斤筋的内筋 将内筋引导到你身上的七斤八脉 加速运转 让你快点好转 如果没有一斤筋的话 我再怎样引导也没有用啊 一斤筋真的那么神奇 天下武学初少林 少林武学的根本在一斤筋中 如果你练习得到一斤筋的内功 将来你必定有大的发展 那我会不会有朝一日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谈何容易啊 知道了 我连你都打不赢 还有一段时间 还有一天行跟一老前辈 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 我只会一点武功秘籍 根本不能再上阵比武 再说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天地间谁是最强 还未有定论 但从现在来说 并不是你 说真的 当年是谁把你打的残废 令你发誓永不出招的 这人 你总会碰到的 只要你继续勤练武功的话 你们早晚会碰到的 什么人 是一个弹求一败的武痴 说不定你们早已交过手了 不会吧 上次我给你出的题你猜中了吗 静中花 水中月 就是说我眼前看到的东西也未必是真的 是不是啊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真是不明白 为什么有事不能直接说出来呢 硬是要绕来绕去 又静又花又水又月这样啊 那样才有高人的风范啊 哈哈哈哈 知道你是高人了 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你要跟我讲一句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背后有些什么人正在骗我 我不知道 又或者是我做错了什么 还以为我做对了 这须则实之 实则须之 似须还实 似时还须啊 别再须须实实了 我的脑子都快被你挤爆了 有事直接说吧 真没情趣 我是说上次那个叫秦思荣的姑娘 她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她不简单我早就知道了 不用你说 我上次探过她的步履 和吞吐息的方式 觉得非常娴熟 后来我再叫她多说话 多走几步路子给我看看 我才发现 她武功的路子 和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弹求一败的武痴 是同一门路 她必定是那个人的门人 也就是 杀死你爹凶手的那种武功 那就是说 她是杀我爹的凶手 对啊 有这种可能 不可能 我爹的武功高过她那么多 她怎么杀我爹 有事杀人的 并不一定比被杀的高强 世间的事 往往不能只看表面哪 对 正如你所说 不能光看表面 现在表面上 好像很可能是秦姑娘 但是实际上 不是 学习得真快 不错 你果然在这儿 是否她受了内伤 说要吃药吗 她没事的 不是 她病得很重啊 不会吧 我帮她把锅卖了 哎呀 她不是被人打伤的 是害了病 什么病啊 香 死病 那我就没办法了 哎 别人是没有办法 但你一定有办法的 我有什么办法 解灵 含蓄系灵人 师父的心病是因你而起的 你一定要医好它 你不要乱说啊 再说我就不客气了 打 我当然打不过你 但你不要欺骗你自己了吗 你明天对师父有意思 我没有 你们平时总是吵吵闹闹的 但从来没有翻过脸 你看啊 师父现在受了伤 你还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还给他弄了这么多的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什么了 我爹的死跟你有关 最后那一件 也是你赐下去的 对不对 我知道你的苦衷 你是想 快点了结他 别那么痛苦 你想帮他 对不对 我真的不想杀他 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矛盾 很内疚 你会不会原谅我 会 当然会 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你也原谅我 因为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不爱我 俊宝 干嘛呀 一个人抱着棵树 容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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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你找我有事啊 是啊 我想问你 认不认识一个人 叫逍遥王 为什么不回答我 不过你不回答我 我也知道 你怎么会不认识呢 你的功夫 都是跟逍遥王学的 谁跟你说的 我没有跟他学武功 我爹死的时候 你在不在现场 你忘了 我救了你 我没忘记 你是救了我 但在救我之前呢 我都跟你说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什么都不肯讲呢 我真的 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骗我 我 我没有 还说没有 你是逍遥王的弟子 你从来就没有问过 我事成何处 那我爹的死呢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好 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你当时不在那里 是不是 我确实不在 但是我有 目击证人 这条大蛇当日在现场 他是证人 大蛇也不会说话 他怎么会作证 他不会说 但是会听 我问你 我爹死的时候 你在不在现场 再就点头 不再就摇头 那我呢 我在不在现场 好 那他呢 他在不在现场 他撒谎 他 有没有杀我爹 我没有 动物说话 怎么可以作证呢 人才会撒谎 动物不会 谢谢你大蛇兄 你可以回来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杀五爹 我不想他 可是我没办法 如果我不一剑赐死他的话 他会受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折磨 我是问你 为什么 我说了我不想他 你杀了我吧 你不动手 你原谅我了 原谅你 我怎么原谅你 我怎么可以原谅你 如果刚才大蛇 还没有出现之前 你把所有事情 说给我听 我还可以原谅你 到最后一刻 你还要骗我 我怎么原谅你 这样都原谅你呢 我还是人吗 那你为什么不杀我 你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现在知道 什么叫天意弄人 如果不是你杀了我爹 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又活着 如果我不喜欢你 我就可以一掌打死你 我喜欢上了杀父仇人 刚才你说 你不希望他那么痛苦 才赐他一剑 那就是说 杀他的人不止你一个 还有谁 我不能说 为什么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 为什么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不能说 你斗不过他们的 斗不斗得过 是我的事 不用你担心 我当然担心 你为什么要担心 你又为什么要担心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担心你 因为我也喜欢你 这是我一生当中 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我从小接受的训练 就是不可以有感情 不可以对任何一个人有感情 可是我偏偏喜欢你 喜欢了一个我不应该喜欢的人 做也做了 错也错了 人是我杀的 我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 我总是在希望 希望你可能会原谅我 我们在一起 过着幸幸福福快快乐乐 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是始终都是一个梦 现在这个梦该醒了 来 抱着我 我们在一起 你着啊 我想要更多的毒药 怎么了 上次你不是说你不想杀吗 而且我给你的毒药已经足够了 要做就要斩草除根 其他人也不能放过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想通了 不是你教我的吗 对待敌人不能有丝毫的同情心 我不会再做梦了 好 这包药足够毒死一个村子的人 给你 这包药足够毒死一个村子的村子 对待敌人的村子的村子 对待敌人的村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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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师父一看见你心里就非常非常高兴 就算是再苦的药喝下去也会觉得甜 麻烦你了 怎么敢劳烦你亲自送药来给我喝呀 我是想来找你 看见他拿药过来 就顺便给你拿过来 有事找我吗 我想我是离开的时候了 这么快啊 是啊 我在这里的事情也做得差不多了 你也等我好了之后再说吗 已经好了 我还在吃药呢 这药你可以不用喝了 把它扔了吧 不行 我不吃药的话 你不是马上就走了吗 吃 怎么样都要吃啊 喝完了 你那么不想让我走 我们这附近 有些风景蛮不错的 有空我们可以一起去 没机会了 机会多的是 你为什么哭啊 我走了 师傅 不听 这不重要 快去把他追回来啊 怎么好都能再走了呢 追上去说清楚不就行吗 快去啊 师傅姑娘 师傅 努力啊 好端端的你为什么要走啊 三叔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很想知道吗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跟这个怪物在一起 我这个怪物 总比你这个死人好啊 为什么 慈容 你这个毒放得刚刚好 你 你下毒害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也是受人之托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爹也是我们杀的 我们要斩草除根 三叔 是不是真的 他整天跟我仁义道德 他早应该死 他是你大哥啊 他不是我大哥 我是他领养的 你不要以为他对我好 他对我好只是想完成他自己的目的 他当我是他的一条狗 再说了 你父亲他背叛了朝廷 背叛了八王爷 他本来就应该死 而且 杀你父亲的人 也不是我 是你最喜欢的一个女人 秦思荣 今天我就送你跟你父亲到阴间去团聚 今路 一会依然 看擠玉 小心 追 雷 对 精力 す 一 看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 今天 一切已经真相大白了 我也该走了 你现在就走 如果你想报仇的话 就动手吧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 你是原谅我 你不原谅我 也不报仇 那你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好烦哪 我走了 你就不会烦了 不如明天一早再走 现在已经天黑了 现在走 和明天走 有什么区别呢 反正都是要走 我想 我想 日后 可能你也不想再见到我了 就不跟你说再见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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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然而戴上的战略 而战略 也不信任 罗ule 战略 罗ule 战略 刑宗经常飘忽 异常怪张 此人一声求败 是不是你告诉我的 那个武痴 没错 就是他把我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五十年前 天下有三大高手 我 明剑山庄 易云和逍遥王 本来三个人的武功 都在伯仲之间 真正比起武来 谁也生不了谁 但逍遥王比我们厉害之处是 他从来不讲什么规矩道义 一打起来 什么招数都会用上 还培养了一批 银医死士 那次易云就和银医死士 大战了八天 筋疲力尽 才给逍遥王打败的 我则被逍遥王的大弟子奔雷缠着 让逍遥王趁虚而入 造成重伤 连武功都给废掉了 卑鄙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来我想通了 只是我们笨而已 成王败寇 就是这么简单一回事了 后来我也想过反击 可是一来 因为我的功力一回 就算我的功力还有 逍遥王这些年 也陆续训练了几个徒弟 除了原有的奔雷以外 又多了一个夺破和闪电 按照你所说的武功路数 张启乔是夺破无疑了 奔雷 夺破和闪电 这三个人差不多已是天下无敌了 还有逍遥王这高手中的高手 我根本不可能作为他们的对手 我记得圣僧说过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没有人可以天下无敌 一定有办法可以打败逍遥王 这可能要用一种新的武学出现才行 以我所知的武功 根本没有一种武功能打败逍遥王 逍遥王的武功是及各家所长 另辟蹊径而成 在逍遥王之前 纯以武功加述论 以明剑山庄的剑气为天下第一 可现在连明剑山庄也不是他的对手 新武学 新武学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本想应该废了你 本来是不得不杀 但是现在是用人之计 我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戴罪立功 起来吧 谢谢师父 其他的门派都不是问题 唯独有一个人 要谨慎地对待 他就是明剑山庄的易天行 你的任务 就是把易天行抓回来 易天行的武功 在当今武林中 你难奉敌手 你可以任意挑选人手 但不能再次失败了 如果再失败的话 我就不会回来 你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是的 来 喝口水 来 好 这里和从前一样 一点都没变 对啊 这儿五十年一百年 都不会变的 想不到我们又回来了 想起我第一次来大漠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心情真是坏透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我刚和张军堡比完五 我输给了他 爷爷认为 这是明剑山庄的耻辱 我也觉得 我辜负了明剑山庄 也辜负了爷爷 我找不到弥补的方法 只能逃避这一切 什么争斗 什么名利 我都不想要 我只想一个人静一下 于是 我就一个人骑着马 来到这一片大漠上 后来 我就遇到了你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回想起当时 那时候我和你在一起 是我这一辈子中 最幸福 最快乐的日子 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每天都那么地悠闲 没有江湖上的争斗 也不用做自己 不愿做的事情 在中原的时候 你要做很多 你不愿意做的事吗 你没听说过吗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我听说过 可是我觉得 只有失败的人 才会说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本事 武功天下第一 谁会逼你做 你不想做的事呢 只要你是强者 就不会身不由己 而是笑傲江湖 可是每日争名夺利 我已经很累了 如果你有名有利了 就不用争了 我宁愿什么都没有 我只想过一些 平淡的日子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对啊 玉儿 我实在是讨厌 中原的生活 每天不是你逗我 就是我逗你 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不如这样吧 我们在大漠生活 不再回去了好不好 你知道 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最讨厌的 就是那种固不自封 不思进取的男人 我最讨厌的地方 就是大漠这儿 如果你想留下来 你就自己留下来吧 我会找到公主 立刻就带她走 我最讨厌的地方 照常目默的等待 可以领悟所不出来 身身四身的伤害 可以感受邪不出来 天天还角度分开 红尘那女为什么相爱 走发花败 随悬花飘下来 别来为我叹息 我的眼泪有她的经历 别以为我心里 没有秘密 孤独不哭 孤独不哭 不在乎 孤独不哭 才不会为一个人 本身随附 没有爱快乐 听自己哭 孤独不哭 孤独不哭 不在乎 自己奉扎 才不会为一个字 完结不服 孤独不看 净祝自己惯 空闭 我愿万顾 能不能 ,不能给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